接上集,接到粉丝任务,测试荣荣老师反应,天成故意聊二号小姐姐,不料差点酿成大祸。 明天就安排新军区,好吧? 根据我对荣语老师的了解,他肯定不会去钢枪,我们直接找车去出生岛,看我怎么用我的精诚打动他。 落地拿了车直接走,免得一会老师路上有危险。 这,这么巧吗?在这都能遇到老师。来吧来吧,我在你一城。 哈哈,他还不知道我是谁,先奈老师上把大分再说。 快到K城了。 那个,大哥,你帮我放前面房去吧,我先在这里搜一下。 OK啊,在这之前必须展示一下车镜好吧。 糟了兄弟们,翻车了。 爱老师呢,老师去哪了? 刚刚还在这呢,给我玩消失术来了。 哎呦,你妈。 啊! 我,别啊,完了完了,自家丢大飞了。 快退,没准还能撞到。 兄弟们巴比跳了,这不是雪上加霜了吗? 这把还是老地方,去看看荣荣老师还在不在。 我敲这么巧吗? 看我直接切车换位。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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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笑得完。 求饶了,求饶了,见好就收。 算了算了,你走吧。 嘿嘿,我就知道求饶在老师这儿永远管用。 叫上老师一起,这把肯定不会让他掉分了。 怎么还有点不相信我,我这把必带你上大分。 大哥,要我们换个车吧? 这个车…… 你别笑。 不早点说。 兄弟们这次多半是哄不好了,怎么办在线等。 好不容易撞到两把,都被我搞砸了。 给我机会也不中用啊,呜呜。 要是还能遇到一次,我一定达稳点。 这这这。 那一刻鲜狼,我还是鲜狼,你怎么能要懂得。